唐朝时候的黄河楼是一座诗歌之楼 唐代诗坛最高光的一棵曾经在这里上演 白跟孟范然两个人站在华河楼 然后两个人喝了酒以后洗手 下楼沿着江边再往那个方向过去 现在这高楼都已经遮蔽了 烟波江上看不见了 烟波江上使人才是往那个方向 对 这一般的我们送别握个手白白就走了 那李白这个孤范圆影避空尽 违见长江天机流 孤范圆影就是当孟范然在江上乘了小船 给他告别 太白回去了 哈人哥好走啊 李大白一直没送这个小船 一直走到长江的二桥下面去 那想这里有多长时间 李白一直站在岸上 莫颂他的偶像远去 那这个我对你很想念 我舍不得你这个意思 就不用说了 是是是 他是用的是一个空镜头 表达的一种无限的深情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向阳洲 孤范圆影避空尽 唯见长江天机流 李白对孟范然的深情 不仅仅在这一首诗中 李白一生共为好友孟范然写了五首诗 《无碍孟夫子风流天下文》 孟范然大李白十二岁 这些诗句 见证了他们千半一生的忘年之交 王赵鹏教授根据唐代诗人的尤宗 制作了唐宋文学编年地图 诗人们曾经到达的远方 我也感到惊讶 印象中大部分时间 都在襄阳隐居的孟范然 也曾经漫游过很远的地方 找路阳以后安徽 这就找运河这条线了 到天台 然后到新章绍兴 乐清文州 王文有一次是从北方到广州去 特地到襄阳拜访孟范然 而且跟孟范然画了个画像 唐代的很多诗人到 那襄阳就是为了 为了拜访孟范然 去拜访孟范然 孟范然去世了以后 要去巡访 平调 平调 非常远郁市 这个是襄阳意境 对 在当时孟范然这种影响力 是我们今天时候难以想象的 就是说风流天下文 无碍孟夫子 风流天下文 孟范然其实很任性的人 任性的人 他想到了 现在说着走就走就离心 对对对 他是这样大诗人 找的地方就是多 是 就是有生活其实也很重要 对 诗就是来源生 是吧 你没有那种感受 为什么唐诗写得那么好啊 它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路上 对 对 对 就是好事都在他乡 不仅是诗在路上在他乡 好事也在他乡 对 孟范然漫游无悦的路线 从杭州往南 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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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昌 天台 温州 都在四百公里的范围之内 我决定骑车重走孟范然当年的路线 他要换一个 这个有点太臭了 孟范然当年漫游的时候 四十一岁和我基本同龄 他刚刚经历了考取功名失败 人生不得志 变向青山游 他身处开云盛世 却一生未能做官 看孟范然看过的山水 体会孟范然和杜娇之情 再重新发现我自己的另外一次生命 从杭州到温州 孟范然的旅程长达四年 这里的山水和朋友们 给了他无限的慰藉 跟随着孟范然的足迹 我第一站来到了绍兴 绍兴是一座唐代诗人们 特别喜欢的城市 这座古城还保留着 许多传统的建筑和生活方式 我不是自行车运动员 也不是骑自行车的爱好者 我们是去游 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我们会留恋周边风景 好 有事 有事 我得理好 有事 我得理好 我得理好 大一位 这是一个时间博物馆 不同的时间围堵 您好 您这是修旧表 您大概修了多少年表 三十年有 四十年了已经 十七岁 还有很多中文 很多中文 一两百个中文 都是特别 那像呢 对对这个是 我刚才进来看见 那是那个法国的那个 六金钟吧 他没有牌子啊 在后面 在后面 看一下 我这眼睛是不像 S马蒂 著名的法国 做中制作人 圣马蒂 应该是 这个中文一百年了 一百多年了 现在我想 这个一八几 十九世纪 没一八几几年了 一八九零年 一八对八零年 九零年的这种 这里面 这要是 你看到很多中文 它显示着 不同的时间 然后它在 不同的时间里面 不同的时间段里面 停下来了 然后就凝固在 这个时间里面 写书法也是 写一张字 你的那个生命的 这段痕迹 就很真切地留在这里 诗歌就是 孟浩然留下的 生命痕迹 春滴杨柳发 一语故人期 草木本无异 容哭自有诗 春天 湖滴上的杨柳 发出心芽 我想起和老朋友 曾经相约 世人敬邪蓝平面 对吧 亦幻 反不无现代 对吧 如果我们今天 如果是唐浩的人的话 坐在一起 喝酒也好 那连聚 喝茶要用连聚的 对 绍兴有孟浩然的 老朋友 他们一起泛舟 镜湖之上 诗酒唱喝 孟浩然找到了 久违的快乐 这起码一月一回 来来来 这个说的到位了 这好 好 有人有那个段子吧 说他躲在那个王维也好 躲在这这这床底下 那个唐浅宗来了 来了以后 他跟他说 那个唐浅宗说 你给我念一首这个有名的诗 你最有名的诗吧 说孟浩然当时慌了 这个 我 念了一首诗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不财民主器 多病孤人数 不财民主器 多病孤人数 没当过 而是因为我水平不低 水平不高 然后呢 有名的君主 把我抛弃了 然后唐浅宗一听 很生气 说这个你 我没 我没抛弃你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是谁 我没 我没打算 我没打算抛弃你 但这个故事 其实是假的 他写了那么多诗 最后没有集结成一个 大不得的著作 我们可能就了解不了 他的东西 但是他东西最真实 据说孟浩然最远的 最大到张艺 他从襄阳 从襄阳到张艺 是什么概念 就是在唐朝 都是什么概念 上千里的这个路程 能够出去旅行的话 他实际上社会 整个民族心态 都是很开放 也包容 所以唐朝人走出去的话 他 这个眼光 他是 他们就是 唐朝人